一封奇妙的信 心里启发故事绘本 学会表达善意 慈母龙妈妈在路上遇到一只寂寞的老雷龙 她告诉老雷龙 如果你愿意帮我送一封信 给北方森林的慈爱先生 你就不会再孤单了 到底是什么信这么神奇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封奇妙的信 慈母龙妈妈正在孤单 她看着满满一窝的蛋 心里想 我有这么多的孩子 将来一定会很热闹 这时一只年迈的雷龙走了过来 她边走边叹着气说 唉 我总是又孤独又寂寞 要是能有个孩子就好了 慈母龙妈妈想了一想说 如果你愿意帮我送一封信 你就不会再孤单了 真的吗 老雷龙听得非常高兴 赶快把信给我吧 慈母龙妈妈调出一颗蛋 在上面写上地址和收件人 贴上一张邮票后 就把蛋交给雷龙 雷龙念了念上面写在蛋上的字 北方森林 慈爱先生收 哇 这真是一封奇怪的信 我得小心点才行 雷龙说着 把信抱在怀里 生怕不小心弄掉了 雷龙上路了 他朝着北方走去 要到北方森林 找一个名叫慈爱的先生 走着走着 阳光太强烈了 雷龙低着头 用自己的头 用自己的头 挡住阳光 不能让这封信 被晒坏了 雷龙说 走着走着 突然下起雨来 雷龙低着头 用自己的头部 挡着雨水 不能让这封信 被雨淋湿了 雷龙说 雷龙说 到了晚上 雷龙睡觉的时候 只能仰天躺着睡 因为他身上只有肚子 是软的 刚刚好 可以把蛋放在上面 北方森林终于到了 可是到处都找不到 一个名叫慈爱的先生 看来我只好把信 退回去了 雷龙很失望 这个时候 雷龙才发现 他怀里的那颗蛋 已经破了 只剩下一个破蛋壳 雷龙又急又累 望着蛋壳发呆 这个怎么办才好 书信人没找到 信还弄坏了 突然 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叫着 爷爷 爷爷 原来 一只刚刚出生的 小慈母龙 在叫他 雷龙觉得 很疑惑 说 你在叫我吗 可是 我不是你爷爷啊 小慈母龙说 你就是我爷爷 你天天抱着我呀 原来 天天 小心保护的信 就是这个 小家伙啊 雷龙 高兴极了 他说 好 既然找不到 收信人 我就把你 推回去吧 雷龙 领着小慈母龙 走上了 回家的路 现在 你一定猜得到 雷龙 以后的日子 应该 不会再孤单了 多睡一会儿 Л瓷 晚安 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